你 是谁啊 来了 睡爽了 怎么是你 怎么了 以为自己复习好了 就可以不用我了吗 没有 我以为 以为什么 还不赶紧坏衣服 给我上楼 是 你 你的专业知识 已经复习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就专门来突击英语四集 当然 每天我还会抽出两个小时 来帮你复习专业知识 以免你忘了 你确定要写这个 怎么样 换写你的心理阴影了吗 是不是仿佛回到了当时 高考倒计时 被支配的恐惧 你看起来好像特别兴奋 我没在国内高考过 正好趁这个机会体验一下 再说了 这样能够 唤醒你身体的记忆 对你而言有好处 唤醒你的紧张感 更利于你复习 总而言之 我们的时间还是非常紧张的 接下来的时间 你会过得非常痛苦 准备好了吗 我已经不好 不睡觉的准备了 有这个觉悟最好 学英语其实没有捷径可走 但是背单词还是有的 市面上有很多 速记单词的方法 总结起来 无非就是 词坠记忆法 分类记忆法 联想记忆法 象形记忆法 我打算把这几种记忆法 全部都综合到一起 给你运用 这是什么呀 我让技术部总结出了 近十年来 所有四级考试 最常用的英语单词 帮他们分文别类后 方便语记 这也太高级了吧 你不去新东方教英语 真是太可惜了 您继续讲 除了背单词以外 还要做题 不过你已经体验过了 我就不多说了 早上起床之后呢 记忆力最好 用来专门背单词 下午虽然容易犯困 但是我也有方法去解决 晚上注意力最集中 用来突击做尸体 还有什么疑问吗 说 那个 那我还要继续饿着吗 饱了容易犯困 如果他是有钱 我还是要用来 也要不要 那我还要动 就是 等你 那我还要动 怎么办 你们下一次 多少 那就再说 起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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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档 反抗 WITH STAND 车间 工厂 WORK SHOP 创伤 实际受伤 这两个人从哪儿找来的 我云马这么大的公司 要找出两个外国员工 难道很难吗 可是 考司机又不考口语 这是为了给你练习听力